的對方有一個新的環境 大家聽完我們講的獎學金制度 也都有很多小問題要提出 他們說為何會這樣大甲 är隨街你跳 很多人說我需要簽約、約會等等 其實希望大家知道 名外已經有70年歷史了 我們一貫這幾十年是服務社群 弱勢社群 大家都知道 我们真是以身服务大家的 我们今次推出这个 就是希望在我们 向着这个升格大学的途中 是真是做到一些 是更有意义服务社群工作 另外我们更加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 给一些新希望给大家 提升大家可以借用一些闲雨的时间 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面对新的挑战 新的发展机会 所以我今次希望大家了解 我希望用几个原则推出这个目标 第一 我希望大家懂得欣赏 不用怀疑我们的用心 要欣赏这个机会出现 第二 希望大家要把握和珍惜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第三 希望大家会有感恩的心态 为什么呢 我们是培训了你 给这个机会给你呢 希望你觉得你的推荐人 真是用心去把这个好的机会给你选择 还有我们明外专层学院 香港明外真是用心希望把这个机会给你 当然我们不是要你任何的明显的回报 但希望你在心里面记得我们曾经是协助你成长 你也都有责任将来协助其他人 社会上需要的人的成长 是回贵给一些推荐你的人 还有这个社会行业 当然也都希望你支持明外专层学院 继续去努力迈向这个服务社会的目标 而我们希望很快能够公布一个好消息了 就是希望能够最后完成到最后的阶段 可以正式升格成为一个自知的大学 是圣方制国大学 我们指日有待 我们现在最后阶段努力冲刺 是冲过这个最后的难关 那今次这个这样的中学金制度 我们完全如果适合我们被接受了的学员 当然我们要跟回一个国际标准 还有收学生的标准 我们有注册处去很明确很小心去审定你们的学历 但记住21岁以上 我们很多课程都可以成为我们的mature student的身份 叫做成熟青年的身份 那你们基础的学历就可以会缺免要求 而会给机会你收读我们的高等文行 或者副学士学位 而基本上我们就希望你们尽心尽力 是表示到你们的诚意和学习的态度 令到我们觉得是值得为你而付出 为你而支持你的成长 所以我们也都是当接受了 我们就会成个奖学金给每一位的学员 我们是会分年去黑批的 因为我们是要明确知道 你继续努力学习中 基本上例如我们一个四年制的课程 我们是已经修理的时候 我们会计划给你四年制的奖学金 但我们每一年会延续下去 因为看你第一年是否用心去读 你也是否要付出你的力量 你的心态去进修 好了我们就会升第二年的奖学金 延续下去 我们当然有个标准要求 但你们不用担心 如果你的标准未达到我们的要求 只要你有适当的解释 表现到你认真诚恳的态度 我们都会以我们最大的原则来帮助你们 我们目标是希望完成课程 不是希望你要付出一些财务的压力 而是继续收读这个课程的 所以这个课程完结了 我们就很开心 希望你能够完成了 就继续再收读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课程 或者申请 那你们就要跟我联络 那你让我知道你的存名 或者背景 和你兴趣的方向 那我们刚才说到有很多方向的选择 那你也有很多问题会问到 有些细节 那我们也有些叫做 是分享会 给大家报名去处理 去听我们分享讲解的细则内容 我们用的制度就是 我们希望委托一些善心 或者良心企业 或者良心的专家 是帮我们做推动 我们要求很简单 只是他把我们的贴文 和加上他个人的意见 是发放给他的网络 跟着他们有人有问题需要了 我们不想他们再花时间 去辛苦去处理 把所有活力去收听我们 参加我们的分享讲座就足够了 其实我们这样的处理手法 你觉得会不会容易被人明白 和处理呢 我认识你解释到 就算有不明白 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对咨询 亦都可以和他讨论 他的兴趣是哪边 从而你可以给他专业 他应该收到这方 都可以分享到 然后选择他的忧虑 和他能做到他想做的事 我觉得相当好 还有真是把爱 是快乐光大 这个很重要 有信职质很重要 很好 真的 不得理由 好多谢 你赞 多谢 Miko有什么意见 程序 会不会令到有兴趣的人士 会有难度去跟进呢 我想如果大家看到这条片的朋友 很多时候有说 会不会真的那么好 我想说 事实上这个社会是要那么好 因为事实上 我们是要多一份爱 所以你接收到这个信息 其实某程度上 是你的福气 也正如刚才Dr.Ricky所说 你知道有这个机会之后 你真的要懂得把握 懂得感恩 甚至乎你觉得好学到的东西 你会传承给下一代 分享多一些我 我想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尽快去参加我们的分享工作 现在还要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良心企业其中一份子 我亦都会分享很多一些给我的家长 给我的老师 甚至乎给我的学生 因为事实上 其实多一个机会 给自己去提升多地知识 其实让你具备多一份未来的竞争 我想这个会重要 因为现在真的不同意自己的年代 不可能单一就去天下 有机会你都要涉及更多东西 起码人来问到你 你会认知世界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件事鼓励大家 真是尽快去报名 还有你更提了一点 我们当然是很专注 给更多机会去联系人 但你这个奖学金 是不限年营 不限兴趣 这个真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很希望你呼吁下 一些半退休人士 我都希望他们有机会 真的体验一下大学生活 以前我们有机会读大学是很难 真的很难很难 但我们现在希望平等公平共用 每一个希望有机会体验大学生活的人 我们都希望你有机会体验 可以真是获回一个他人生的目标 一个四方母 其实阿赵太你怎样看呢 会不会那班人都值得 不要去走那么多山 不要去喝那么多茶 不要跳那么多舞 他花点时间来三读一些课程 觉得好不好 绝对好 如果有一个人有心 一定安排到时间 而且真的对他一个工身学习 有这么大的啓发和帮助 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真的 大家要好仔细去争取 快点争取 尤其是你涉入那么多不同的范畴 其实我们都希望 有些人喜欢的就是考虑一下不同的特别的主流的课程 或者非主流的课程 其实人民学我们读博士都叫做哲学的博士 其实很多希望那些成长的人士可以考虑一些叫做翻译科技 怎样能够将一些用一些现有的科技 运用来翻译的工作 你不用去触过语言的 但你用一些技巧好像玩手机那样 怎样去运用一些软件去做一些翻译工作 因为现在时刻 是越来越多不同的语言去沟通 我们要多些装备自己 是配合多些不同的语言的群众 我们有些实际的翻译科技 譬如日文、德文、中文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科技协载到一些这方面的翻译工作 当然有一个就是哲学方面的 Language and Liberal Studies 这方面都是希望提升它的思维 其实我们觉得中老年人其实他们的智慧很高 他们其实拿到一些新知识 可以再重新入职或者做一些社会服务 尤其是人士、公关、服务行业、动仲裁 或者义务的服务 都需要这帮这么有智慧的人 从头这个社会 其实以前的人说退休好些 就是等第二个阶段 什么阶段 就是不开心的阶段 其实不是的 我们从consulting角度 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所以完成工作 full time的工作 就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另一个人生的模式 其实我赵太尼很有精力 很有魄力、很有降劲 是在推动不同的东西 为什么你觉得会支持到他们可以这样的心态去推动呢 其实年龄之行是一个问题 其实你每个人是心态最重要的 正如你所说的 就要一直都不要停留 找到好吗 总之你找一些有趣的东西去学习 对你的人生会是反路还痛 反路还痛 我最后想再提出一个特别的program 给大家考虑 这个我觉得是很欣赏、很值得推荐的 我现在觉得做每一个行业的创意和设计很重要的 你有了基础的marketing或者推广或者服务的工作 其实你要加强你的管理技巧 你有了一个智慧去设计 有了智慧去创意 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系统去做一个管理技巧 或者管理模式 就未必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课程 叫做top up degree 就是大学里面的第三年、第四年的课程 如果你有了副学士的学位 直接上去第三年 是兼读制一年半完成 这个课程就是训练一些加强你的设计、创意思维 也都有管理的概念、管理原则、企业策略的方案 是处理到创业和发挥你的专才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查询一下 我们今天很多资料给大家 我想大家都希望是适合你 都欢迎你们 跟着考虑一下我们以下这个资料介绍我们的赶状 或者直接联络我或者我的同事 那我们大家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个 全振学金的一个新方案 大家会希望like、comment、share和我们下面的资料 去join我们的program 大家多谢你大家继续支持 大家给个like、给个心心 开心地接受这个新概念 多谢多谢 拜拜